比赛开始了 曾经提问你带来 2022赛季中山联赛第一轮 河南松山路门 对阵大连人的比赛直播 这场比赛是由孙宇轩 带来几分屏数的 红色 可能就会打穿防线 顺得不错 中间又有林良明在接应 传起来 时宜奇第一下 先顶到 再打 远段又有了 11分钟 大连人取得领先了 林良明在后点的包抄 打到11分钟 大连人确实是压着 河南松山路门打 也终于取得成效 过来拥抱谢辉 河南还是有点紧 再来看 第一下已经顶掉了 但是2点 这球扫得很漂亮 费玉 而且林良明启动 确实是快的 我还是要说 编译位 可能帮忙 还是不够 这个球按说 服务圈应该内收进来 去管一管 因为舒尼奇呢 毕竟是站在前面 他无法预知后面的情况 林良明 现在身高是不够的 往这下传起来 有机会 投球 再不 球进了 30分钟 赵玉豪 帮助河南松山路门 搬回一城 我们刚刚还在讲 大连人上赛季啊 一直以来 有防高空球的问题 这下河南就抓住机会了 赵玉豪的破门 这个进球 对河南松山路门来讲 是太关键了 我们再来看 卡兰嘉 这下并没有参与进攻 打在门柱上 然后再补 所以卡兰嘉的情况 是不会被裁判去吹罚的 而赵玉豪完全被放空了 这是大连人防线的问题 我们要称赞 王山这个脚法 确实漂亮 开起来 比较靠近小禁区 角球是二对七 外围女鹏推一下 现在河南松楼门 是用了四个华人名额 大连人是换了三人 林龙昌上来很关键 镜头里面这位刚刚说到 他是大连级的球员 但是在贵州踢了12年了 他现在是第一高度 一米八七 我们今天屡次讲了 大连人可能贯穿整个赛季 从上连级到现在 高空球的问题 所以上一个大中卫啊 是很重要 摆一下 这球大进了69分钟 大连人 2比1领先 河南松山龙门了 林良明 排口赛场 难道他就是新的林黄吗 今天确实表现非常出色 这个球也让 河南的防线啊 措手不及 包括王国明 都没有任何的反应 一会儿我们来看看 回放 给前点脚跟一颗 这球很轻巧 前点 传过来四两拨千斤 脚跟 一个漂亮的蝎子摆尾 把球打向了近脚 现在比分再次领先了 卸回场边啊 振臂高呼 这球河南的防线 还是有些疏漏了 在最后时刻 很胶着 双方的锻炼鞋 不断地在呼喊 这球传得很漂亮 看黄子昌 右边楼有空当 怎么处理 到湖顶 再给 打满 球进了 边才举棋 示意 卡兰迦 越位在先 黄子昌在湖顶啊 他 有三个选拨 有三个选择 一是交右侧 二是自己打 三十分 卡兰迦 哦 这个球啊 没问题 林隆昌造越位 失误 拖在了最后一个 视频助理裁判 贺凯介入的话呢 应该会把进球 给吹回来 看看 顾春寒 在听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 自己要不要去眼见为时呢 这个角度再来看 上来的时候感觉晚了 脚是在后面的 进球有效 这样的话在 常规时间九十分钟 卡兰迦 接黄子昌的助攻 扳平比分了 二比二 今天的比赛很精彩 再来看 这球确实巧 三个人当中 把球分给卡兰迦 黄子昌 功不可没 手术刀一般的传球 还真是没有越位的 这就是哈尔要求的 在两条线 在封线和前面线之间 去踢球 去拿 去推进 他也做到 贡献了自己 在新东加的第一个助攻 而卡兰迦 也延续了自己啊 叫终于号了 估计要找远端 投球先摆一下 二点零两名 外围直接打 还有 淳西 阿德林 调整两步 给个短子 华盛远 到进区里面 又累 再挑起来 看背身 黄子昌 这下 边才已经举棋了 五十的时间 也基本到了 这样的话 双方比赛结束 在中超第一轮的较量当中 河南 松山龙门和大猎人 二比二 握手言和 谢辉在大猎人的首秀 也是他中超执教的首秀 展现出了非常好的比赛理念 球员也非常拼 这样比赛 河南松山龙门呢 也相当不容易 两度落后 两度追平 最后是二比二 在九十一分钟 卡兰加 绝平 我们也希望河南松山龙门 今天要